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三大指数相对较好 道琼斯原地不变 纳斯达克和标普则分别下挫 0.3%和0.2%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在上周晚上一度达到1360美元 全年最高价之后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目前稳定在1342美元 油价则从52美元反弹1美元左右 目前是稳定在53.20美元 除此之外 数字货币再次大放异彩 其中 比特币价格在今天一度报价冲上9100美元大关 对比上周五的时候价格大涨大约是600美元 那么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澳洲几个土豪的上市公司 纷纷跨行业发展 但是呢 它们的股价却非常打脸 纷纷下挫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么在过去几个月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澳洲几个著名的上市公司 比如说澳洲这个大超市 Cose以及呢 Burnings的母公司西农集团 以及澳大利亚最大的零售能源和电力公司 AGL 纷纷向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发出了收购邀请 其中呢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西部农业首先希望是收购 著名的西图企业LYC 遭到失败之后呢 在过去的两周成功收购了澳大利亚最大的 在线购物网站Cash集团 同样的话呢 AGL本身是个做煤气和电力 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电力公司 它却是跨行收购了澳大利亚第五大的电信VOS 这个另一家中小型的上市公司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背后的原因毫无疑问的就是呢 这些手里握有大量现金的公司 它本身的主业或多或少出现了一定的瓶颈 比如说我们知道西农集团的主业 之前是来自于五金连锁这个大型超市 比如说Bonis和Cose的这个现金流 但是我们知道呢 现在澳大利亚的零售业和消费业毕竟相对比较疲软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很难看见其业务量有巨大的攀升 因此呢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股价是非常重要的 股价的上涨来自于利润的上涨 那么如果未来零售业没有什么前景的话 那么其必将会有新的动作 所以说西农集团呢一度是曾想跨行业收购稀土 以及现在的收购在线网站 我们认为呢在线网站对比其他的像线下的大型超市 其灵活性可缩可宽松做可缩减性 包括呢这个价格的打折等等 以及呢运行成本都大大的超过了线下实体店 那包括像这个AGL也就是我们澳大利亚最大的电力公司 它收购的是电信板块 那由于呢我们知道是电力和煤气价格 它是关系到每家每户的这个每天的生活 特别是对于一些弱势家庭低收入家庭 电费的上涨煤气费的上涨 关乎到他们每一天的生活 因此呢澳洲的政府对于电力和煤气价格的上涨 是有严格的限制 所以说即便是他们有稳定的现金流 但是你说未来能赚大钱是很难的 所以说这个电力公司呢也是考虑跨行业 收购的是澳大利亚第五大电信公司 这个电信公司呢目前的客户群体呢 也主要是依靠网上销售 以及呢一些批发和零售 它并没有太多的实体店 一来的话呢可以大大减少我们所说的运营开支 第二的话呢也可以和这个电信行业的龙头 澳洲电信呢避开它的锋芒 我们知道澳洲电信呢一直凭借着优质的服务 但是呢价格相对也比较高 所以呢这第五大电信公司 它主打的就是中低价格 以低价取胜获取的客户群体 则是来自于呢相对于我们说的普通客户群体 那么这两个收购看似都是不错 为什么其买方包括锡农和AGR的股价在过去一周都连续下跌呢 我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就好比是我们现在去买一个生意 不论是咖啡店也好还是小超市也好 我们花这个十万二十万买了这个小生意之后 头一两年基本上呢还是想着把这十万二十万的本给赚回来 也就是说在我们回本之前理论上它是亏损状态 那么不同的生意呢 这回本的时间也各自不同 那么像这个上市公司你直接收购它 人家如果是好好的在运行 绝不可能是低价卖给你 因此必定是把好几年的利润一股脑打包给你出售 也就是我买回之后立刻就会亏 也许要三年也许要五年之后才能回本 所以说对于股价来说 这个上市公司收购了其他跨行业的板块 其短期内的盈利能力将会大幅削弱 现金花了好多钱 那么这个至于新的生意能否带来更多的利润 在初期投资者呢多少都会有一些疑问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呢 一般来说跨行业收购的时候呢 卖家的股价都会大涨 因为它都是溢价 也就是高于现在市场价来卖掉 而买家呢则纷纷出现股价下跌 其本质上呢 也是投资者对其买的新生意 未来是否能持续盈利的一个忧虑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同行业之间的并购 比如说我们在过去三四个月之前 澳大利亚第三大电信公司沃达峰和第四大电信公司TPG 这个本身是要相互合并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的电信公司 但是由于呢其触犯了反垄断法 因此呢并没有获得通过 但是在当时这个消息发布之后 两家的股价分别有不同程度上涨 包括在11年前 澳洲最大的矿业公司必合必托 想要收购老二利托集团 当时的股价呢 也是买家和卖家一起上涨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同行业板块的合并 将会产生一个更为强大 市场竞争力更强 同时占据更多市场份额的大型公司 不论对于买家和买家来说 都是有利的 所以说在很多情况之下 我们以后也就可以知道 跨行业的收购 通常来说对买家短期的股价是不利的 但是同行业之间的合并 通常来说不论是买家还卖家 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所要跟大家讲的热门话题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在本周日6月23日下午1点至4点 我们将会在墨尔本东南区 Glan Weaverly的Novatel酒店 举办2018财年的大型股票峰会活动 届时有不少重量级嘉宾将会参加 给大家带来全面的奥股指南 欢迎您报名参加 报名电话是03-8658-0602 和03-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